看着那些向着冲来的贼配军,李火旺瞬间明白过来。 这些畜生压根就没打算甄别,他们想图了整个阵子。 咚,咚,咚,战鼓的声音敲在了每一个人的心房。 在鬼哭狼嚎声中,这些贼配军们开始动了, 他们如同一群饿风了狼一般,向着手无寸铁的羔羊冲去。 李火旺看着面前密密麻麻上千号贼配军, 把心中斩首的想法迅速打消了。 那样做成功率太低了,而且敌我不明, 也不知道这女人有什么实力。 只是从之前王德求的身手来看, 她的实力绝对不低。 这个时候,让其他人活着离开这个地方才是上上策。 确定好方向后,李火旺混迹在人群中向着阵中冲。 她想尽快赶回去,别人同样也是这样想的, 四周的一切都乱成了一团。 当好不容易来到阵内, 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极其尖锐的笑声。 当所有人下意识地回头看时, 就看到那女将军,提着长脊对着他们一指。 清脆的声音在所有人耳中乍响。 天地后冲,龙变其中,猎龙飞阵。 杀!杀! 所有贼配军怒吼着,加快步伐阵子冲去。 这一声怒吼,让在场的平民彻底吓破了胆, 脑子里面没有任何想法, 变成了只会逃命的牲口。 还没等贼配军靠近, 已经有好些人被活活踩死了。 扑呲,锋利的利刃精准地插入了每个人的身体, 轻易地夺走他们的命。 当本应该对抗敌人的杀戮机器, 面对手无寸铁的百姓时, 是如此的高效跟利索。 活人跟搁麦子一样, 一片一片地倒下。 贼配军们很显然非常享受这种杀戮, 看着那飞溅的血肉, 甚至有不少人开始吞咽起口水来。 李火旺在拥挤的人群中不断穿梭, 始终被人挡住了去路。 最后,他逼实在没有办法, 唯有窜上了房顶, 才算总算找到一条回去的路。 踩着高高低低的瓦片, 李火旺来到了之前的位置。 看到其他人都还在, 没有跟着乱民瞎跑, 李火旺顿时松了一口气。 不过这也跟这些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 有些忐忑地站在那里等, 看着街上奔跑的其他人。 碰! 从天而降的李火旺重重落地, 把所有人吓了一跳。 快走! 什么都别问, 路上说, 他们杀过来了, 先离开这阵子, 越快越好。 虽然还是搞不清楚什么情况, 但是看到李火旺那严重的表情, 没有人敢二话, 连忙牵起马车。 马车开始滚动, 裹着人群向前冲。 趁着这个机会, 李火旺急促地把自己看到的事情, 说了一遍。 他们怎么敢? 他们怎么敢? 这帮杀财。 金山沼气得满脸铁青手直抖。 听到这话, 心中有些猜想的李火旺在他脸上扫视着。 你认识他们吗? 以你的身份有法子让他们停下。 之前一直都不知道这老人的身份, 总是神神秘秘, 如果他真是个大人物, 说不定真的可以解决这场危机。 金山找颓废地摇了摇头, 贼配军都开始屠城了, 有法子也变得没法子。 没有用那就别废话, 不想死就赶紧走。 李火旺他们走的是北面出口。 他知道那边也有贼配军包围, 但是至少没有那女将领, 逃生的概率更大一些。 在人群中一顿摇摆, 李火旺忽然看到本应该向前逃到人群, 居然开始转向回跑。 赵武, 拉住缰绳, 这个时候千万别让马受惊了。 几辆马车如同湍急河水中的木舟, 在李火旺等人的动作下, 艰难地向前滑。 忽然, 湍急的河水一下子消失了。 李火旺刚一抬头, 一道寒芒直刺向他的颈部。 身体迅速地一侧, 李火旺看到了武器的主人, 那人脸上的球字表示了他的身份。 他们跟背面包围的贼配军终于是对上了。 李火旺抬剑用力一斩, 连人带兵器全被斩断了。 冲出去, 只要冲他们的包围圈, 我们才有机会活命。 李火旺提着剑, 就向着这些贼配军杀去。 其他师兄师妹们不敢落后, 迅速跟上。 面对李火旺等人的攻击, 贼配军明显被打了一个猝不及防。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一个戏班子里面, 居然忽然窜出实力这么不俗的一大帮人。 实力碾压, 不过一会, 地上已经躺上了几十号人。 可贼配军们马上反应过来, 开始相互开始配合, 并且用长枪牵制。 既然硬是靠着数量优势, 顶着了李火旺等人的攻击。 不能拖下去了。 李火旺拿出生铁钳子, 伸进嘴里用力一加, 伴随着巨疼, 还有一种说不清到不明, 难受极致的酸。 大千鹿铺铺开, 这两颗牙齿迅速翻滚地飞了过去, 在贼配军中炸开。 密密麻麻的白色的碎骨钻入了所有人的皮内, 激起惨叫声一片, 刚刚还站在一起的贼配军瞬间倒下一大片。 零零零, 四耳的倒铃声不断响起。 飞下来的有老爷, 在贼配军们中不断穿行。 双管齐下, 见笑很快, 李火旺很快就能从稀松的贼配军中, 看到了那离开的土路。 终于, 这个念头刚起, 李火旺浑身被一股, 让人极度胆寒的杀意包裹。 这种气息强压着他, 让他投降, 让他崩溃。 李火旺敏锐的直觉感觉到了危险, 他想要动弹, 可是此刻他浑身都被冰块包裹一般, 根本无法动一下。 一声龙吟从李火旺剑身上响起, 让他摆脱了那股气息的锁定。 就在李火旺刚一个翻滚离开原地, 刺耳的呼啸声迅速响起。 一根巨大的长脊翻滚着飞了过来, 重重地砸在了李火旺刚刚在的位子上。 飞溅出来的石子砸得李火旺脸上生疼。 仿佛感觉到什么, 李火旺扭头向着来路望去。 哒哒哒, 浑身披着重甲片的高头大马 拖着那女将领, 狂奔着踏人而来。 那四条粗壮的马腿 被血染成了李火旺道袍一样的颜色。 随着他靠近, 站立涌上了每个人的心头, 某种东西控制着他们的身体跪在地上投降。 呵呵, 终于是逼出来了, 四旗细作。 女人的声音中带着一丝舒坦。 我再说一遍, 这件是别人的送我的, 我不是四旗细作。 你带了又加的剑, 我彭龙腾说你是细作, 你他娘的就是细作。 至于真的假的, 又与我何干?